我是來自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晚點 我知道大家很擔心 但是最緊要就是8月31號這條死線 你當它死就行了 國民教育都說9月1號要推行的 是吧? 8號要推行 但是我們繼續是堅持反對著 我們今天不是要說 那個諮詢期是延長多久 是3個月半年還是1年 是要政府無條件收回這個計劃書先 大家覺得是不是 其實這個計劃書並不是一個因應香港人口增長 而要改善居民生活的計劃書 而是一份益地產商 益內地富豪 益內地自由行人士的地產項目計劃書 根本不是香港市民優先 根本這份計劃書就是錯 是要收回你幾時一年後 拿一份好好的計劃書出來 我們再談 是吧? 剛才民建民說要支持 就是聽取持份者的意見 當然民建聯區議員都是北區持份者 李嘉誠都是北區持份者 因為很多地在這裏 但是 誰說要在這裏 在一個海港城的商場 誰持份者說要在一個教育城 要給那些內地富豪 給那些高幹子都下來讀書呢 民建聯有份 上網看看他們那份 新界整體發展策略就知道了 其實我們要反對這次這個 政府歪曲的發展項目 不論只是停留在保衛家業的層次 應該提升到呢 這個是內地 外地富豪要殖民香港 侵略香港的層次 才能夠喚起社會上更多的人關注 令到反對的力量 好像升到國民教育那樣 不只是家長學生 我們沒有子女 我們不是讀書 都一樣要關注 這樣才有機會呢 是令到政府呢 肯退讓 多謝各位 好 多謝